《红楼梦》卷七十三 痴丫头雾时绣春囊 诺小姐不问累金凤 话说那赵姨娘和贾政说话 忽听外面一声响 不知何物 盲问时 原来是外间窗屉不曾扣好 划了躯躯掉下来 赵姨娘骂了丫头几句 自己带领丫头上好 方进来打发贾政安歇 不在话下 却说怡红院中 宝玉方才睡好 丫鬟们正欲各散安歇 忽听有人来敲院门 老婆子开了 见是赵姨娘房内的丫头 名唤小雀的 问她做什么事 小雀不答 只往房内来找宝玉 只见宝玉才睡下 情文等游在旁边坐着 大家玩笑 见她来了都问 什么事啊 这时候又跑来做什么 小雀笑向宝玉道 我来告诉你一个信 方才我们奶奶 姑姑唧唧在老爷前 不知说了你些个什么 我只听见宝玉二字 我来告诉你 紫信明儿老爷向你说话 着实留神 说着回身去了 席人命人留她吃茶 因怕关门 所以一直去了 这里宝玉知道赵姨娘心术不端 和自己仇人似的 又不知她说些什么 听了便如孙大圣 听见了紧箍咒一般 当时四肢五内 一起皆不自在起来 想来想去别无他法 且礼赎了书 预备明儿盘考 只能书不喘错 便有他事也可搪塞 一面想罢 忙批一起来要读书 心中有自后悔 这些日子只说不提了 偏有丢生 早知该天天好歹温习些的 如今打算打算 肚子里现可背诵的 不过只有学雍二轮还背得出来 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加生的 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背的 至下孟子就有大半生的 算起五经来 因进来作诗 常把五经极写 虽不慎熟 还可色泽的 别的虽不济的 素日甲正 行未教读的 纵不知 也还不妨 至于古文 这是那几年所读过的几篇 左传 国策 公养 古梁 汉唐等文 这几年未曾读的 不过一时之幸 随看随望 未曾下过苦功 如何记得 这是更难色责的 更有诗文八古一道 因平素 深恶此道 云非圣贤之智传 也能铲罚圣贤之傲 不过是后人耳鸣掉路之街 虽贾正当日起身 选了百识篇命他读的 不过是后人的识文 偶见其中一二谷内 或长起之中 有做的精致 或流荡 或游戏 或悲感 稍能动性者 偶尔一读 不过公一时之兴趣 究竟何曾长篇 潜心玩锁 如今若温习这个 又恐明日盘就那个 若温习那个 又恐盘驳这个 一夜之共 亦不能全然温习 因此月天了焦躁 自己读书 不知紧要 却累着一房丫鬟们 都不能睡 席人等在旁 剪竹侦查 那些小的都困倦起来 前仰后合 情文骂道 什么蹄子 一个个黑假白日 挺湿挺不够 偶然一次睡迟了些 就装出这个腔调来了 再这样 我拿针扎你们两下子 话由未了 只听外间咕咚一声 急忙看时 原来是一个小丫头 坐着打盹 一头撞到臂上了 从梦中惊醒 却正是情文说这话之时 她正正的 只当是情文打了她一下 所以哭着秧说道 好姐姐 我再不敢了 众人都发起笑来 宝玉盲劝道 饶她吧 原该叫他们睡去 你们也该替换着睡 席人道 小祖宗 你只顾你的吧 统供这一夜的功夫 你把心 暂且用在这几本书上 等过了这一关 有你在张罗别的 也不算误了什么 宝玉听她说的恳谢 只得又读几句 摄月斟了一杯茶来润舌 宝玉接着吃了 因见摄月 只穿着短袄 截了裙子 宝玉道 夜静了 冷 到底穿一件大衣裳才是 摄月笑止着书道 你暂且把我们忘了 且把心对着塌些吧 话又未了 只听春宴秋闻 从后房门跑进来 口内喊道 不好了 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了 众人听说 盲问在哪里 急喝起人来 各处寻找 情文因见宝玉读书苦恼 劳费一夜神思 明日也未必妥当 心下正要替宝玉 想出一个主意来 好托此难 忽然逢着这一惊 便生计向宝玉道 趁这个机会 快装病 只说下着了 郑重宝玉心怀 因叫起上夜人等来 打着灯笼各处搜寻 并无踪迹 都说 小姑娘们 想是睡花了眼 出去 风摇的树枝 错认了人 情文便道 别放屁 你们查得不严 怕丹不是 还拿这话来知误 刚才并不是一个人见的 宝玉和我们出去有事 大家亲见的 如今宝玉 吓得颜色都变了 满身发热 我如今 还要上房里 去安魂玩药去 太太问起来 是要回明白的 难道依你说 就罢了不成 众人听了 吓得不敢择声 只得又各处去找 情文和秋文二人 裹出去要要 故意闹得众人皆知 宝玉着了惊 吓病了 王夫人听了 忙命人 来看事给药 又吩咐各上业人 仔细搜查 又一面叫查 二门外 林园墙 上业的小司们 于是园内灯笼火把 直闹了一夜 这五更天 就传管家的 细看查访 甲母 闻之宝玉备下 细问缘由 不敢再隐 只得回名 甲母道 我不料到有此事 如今各处上业人 都不小心 还是小事 只怕他们就是贼 也未可知 当下 邢夫人 并游士等 都过来请安 李丸凤姐 及姊妹等 皆陪侍 听甲母如此说 都漠然无所答 独探春初未笑道 既因凤姐姐身子不好几日 园里的人 必先放肆许多 先前 不过是大家偷着一时半刻 或夜里做羹时 三四个人聚在一处 或智骰 或豆排 小小的玩意 不过未熬困起见 而来 见次放弹 竟开了赌局 甚有头家局主 获三十调 五十调的大输赢 半月前 竟有争斗相打之势 贾母听了 盲说 你既知道 为何不早回我们来 探春道 我因想着太太世多 却连日不自在 所以没回 只告诉大嫂子和管事 人们 借吃过几次 近日好些 贾母忙道 你姑娘家 你姑娘家 如何知道 这里头的厉害 你自为赌钱尝试 不过怕起争论 殊不知 夜间既耍钱 就保不住 不吃酒 既吃酒 就未免门户 任意开锁 或买东西 其中夜静人息 趁便藏贼引道 何等事做不出来 况且园内 你姊妹们 起居所办者 皆喜丫头 媳妇们 闲鱼混杂 贼道是小 倘有别事 略沾带些 关系非小 这事 岂可倾诉 探春听说 便默然归作 凤姐虽未大欲 精神未尝稍减 金剑贾母如此说 便忙道 偏生 我又病了 遂回头 命人诉传 林芝孝家的等 总理家事的 四个媳妇到来 当着贾母 身斥了一顿 贾母命 即刻查了 头家赌家来 有人出手者赏 引擎不告者 罚 林芝孝家的等 见贾母动怒 谁敢寻思 忙去园内传奇 又一一盘查 虽然大家赖一回 终不眠 水落石出 查得大头家三人 小头家八人 剧读者 统共二十多人 都带来 见贾母 跪在院内 磕响头求饶 贾母先问 大头家名姓 和钱之多少 原来 原来这大头家 一个是林芝孝家的 两姨亲家 一个是园内厨房内 柳家媳妇之妹 一个是迎春之乳母 这是三个为首的 愚者不能多计 贾母便命将 骰子纸牌 一并烧毁 所有的钱入关 分散于众人 将为首者 每人打四十大板 撵出去 总不许再入 从者每人 打二十板 隔去三月月前 拨入青策行内 又将林芝孝家的 深斥了一番 林芝孝家的 见她的亲戚 又与她打嘴 自己也绝没趣 迎春在座 也绝没意思 待遇宝钗探春等 见迎春的如母如此 也是物伤其类的意思 随都起身 笑向贾母讨情 说 这个奶奶 苏日元不玩的 不知怎么 也偶然高兴 求 看二姐姐面上 饶过这次吧 贾母道 你们不知道 大约这些奶子们 一个个仗着 奶过哥 姐儿 远比别人 有些体面 他们就生事 比别人 比别人更可恶 专管调缩主子 互端偏向 我都是经过的 况且要拿一个做法 恰好果然就遇见了一个 你们别管 我自有道理 宝钗等听说 只得罢了 一时 一时贾母歇赏 大家散出 都知贾母生气 皆不敢回家 只得 再次赞后 游士到凤姐处来 闲话了一回 因她也不自在 只得园内去闲谈 刑夫人 在王夫人处坐了一回 也要到园内走走 刚至园门前 只见贾母房内的小丫头子 名幻傻大姐的 笑嘻嘻走来 手内 拿着个花红柳绿的东西 低头瞧着 直管走 不妨迎头撞见刑夫人 抬头看见 方才站住 刑夫人音说 这傻丫头 又得个什么爱巴物 这样欢喜 拿来我瞧瞧 原来这傻大姐 年方十四五岁 是心跳上来的 与贾母这边 专做粗活 因她生得体肥面阔 两只大脚 做粗活 爽力简洁 且心性鱼丸 亦无知识 出言可以发笑 贾母欢喜 便起名为傻大姐 若有错失 也不苛责她 无事时便入园内来玩耍 正往山石背后 掏醋枝去 忽见一个五彩绣香囊 上面绣的并非花鸟等物 一面却是两个人 赤条条的相抱 一面是几个字 这吃丫头 原不认得是春意儿 惊吓打量 敢是两个妖精打架 不就是两口子打架呢 左右猜解不来 正要拿去 与贾母看呢 所以笑嘻嘻走回 忽见邢夫人如此说 便笑道 太太真个儿说得瞧 真是个爱把物 太太瞧一瞧 说着便送过去 邢夫人接来一看 吓得连忙死紧攥住 盲问 你是哪里得的 傻大姐道 我掏醋汁 在山子石后头捡的 邢夫人道 快别告诉人 这不是好东西 连你也要打死呢 因你素日是个傻丫头 以后再别提了 这傻大姐听了 反吓得黄了脸 说 再不敢了 磕了头 呆呆而去 邢夫人回头看时 都是些女孩 不便地语她们 自己便塞在绣里 心内十分罕易 揣摩此物 从何而来 且不行于声色 且到迎春房里 迎春正因她如母获罪 心中不自在 呼抱母亲来了 碎皆入 凤茶壁 邢夫人音说道 你这么大了 你那奶妈子 行此事 你也不说说她 如今别人 都好好的 偏咱们的人 做出这事来 什么意思 迎春低头 弄衣袋 半赏答道 我说她两次 她不听 也叫我无法 况且她是妈妈 只有她说我的 没有我说她的 行夫人道 胡说 你不好了 她原该说 如今她犯了法 你就该拿出 姑娘的身份来 她敢不一 你就回我去才是 如今 只等外人 共知 这可是什么意思 再者 放头 还只怕她 巧语花言的 和你借贷些 沾环衣服 做本钱 你这心活面软 未必不周记她些 若被她骗了去 我是一个钱 没有的 看你明日 怎么过节 迎春不语 只低着头 行夫人 见她这般 阴冷笑道 你是大老爷 跟前的人养的 这里 碳丫头 是二老爷 跟前的人养的 出身一样 你娘 比赵姨娘 强十分 你也该 比碳丫头 强才是 怎么 你反不及 她一半 倒是我 无儿女的 一生干净 也不能惹人笑话 人回 脸二奶奶来了 行夫人听了 冷笑两声 命人出去说 请她自己养病 我这里 不用她伺候 接着 又有探视的 小丫头来报说 老太太醒了 行夫人方起身 往前边来 迎春送至院外方回 秀菊音说道 如何 巧儿我回姑娘 那一个船珠累金缝 竟不知哪里去了 回了姑娘 竟不问一声 我说 必是老奶奶拿去 当了银子 放头的 姑娘不信 只说思琪收着 叫问思琪 思琪虽病 心里却明白 说 没有收起来 还在书架上 匣内放着 预备八月十五 要带呢 姑娘该叫人 去问老奶奶一声 迎春到 何用问 那自然是她 拿了去 摘了尖了 我只说 她悄悄地 拿了出去 不过一时半晌 仍旧悄悄地放在里头 谁知 她就忘了 今日偏又闹出来 问她也无意 秀菊道 何曾是忘记 她是试准了姑娘的性格 所以才这样 如今 我有个主意 走到二奶奶房里 将此事回了 她或酌人药 她或省事 拿几吊钱来 替她熟了 如何 迎春忙道 巴巴巴 省事些好 宁可没有了 又何必生事 秀菊道 姑娘怎这样软弱 都要省起事来 将来 连姑娘还骗了去 我竟去的是 说着便走 迎春便不言语 只好由她 谁知迎春的如母之习 欲助媳妇 为她婆婆得罪 来求迎春去讨情 她们正说金凤一事 且不进去 也因素日迎春懦弱 她们都不放在心上 如今见秀菊 立意去回凤姐 又看这事 拖不过去 只得进来 陪孝 先向秀菊说 姑娘 你别去生事 姑娘的金丝凤 原是我们老奶奶老糊涂了 输了几个钱 没得捞手 所以借去 不想今日弄出事来 虽然这样 到底主子的东西 我们不敢迟悟 终究是要熟的 如今还要求姑娘 看着从小吃奶的情分 常往老太太那边 去讨一个情 救出她来才好 迎春便说道 好嫂子 你趁早打了这妄想 要等我去说情 等到明年 也是不中用的 方才 连宝姐姐林妹妹 大伙说情 老太太还不一 何况是我一个人 我自己扫还扫不过去 还去讨扫去 秀菊便说 赎金凤是一件事 说情是一件事 别搅塞一处 难道姑娘不去说情 你就不赔了不成 嫂子 且娶了金凤来再说 玉柱家的听见迎春 如此拒绝她 秀菊的话又锋利 无可回答 一时脸上过不去 也明期迎春 素日好兴 乃向秀菊发话道 姑娘 你别太张事了 你满家子算一算 谁家的妈妈奶奶 不仗着主子 鸽 鸡 多得些意 偏咱们就这样 钉是钉 莽是莽的 只需你们 偷偷摸摸地哄骗了去 自从行姑娘来了 太太吩咐 一个月 减省一两银子 来与旧太太去 这里饶天了 行姑娘的屎费 凡少了一两银子 时长短了这个 少了那个 那不是我们公鸡 谁又要去 不过大家将就些罢了 算到今日 少说也有三十两了 我们这一项的钱 岂不白填了线呢 秀菊不再说完 便催了一口 道 呸 做什么你白填了三十两 我且和你算算账 姑娘 要了些什么东西 迎春听了这媳妇 发行夫人之思议 盲指道 爸 爸 不能拿了金缝来 你不必拉三扯子乱嚷 我也不要那缝了 便是太太问时 我只说丢了 也妨碍不着你什么 你出去歇息歇息 道好 一面叫秀菊倒茶来 秀菊又气又急 阴说道 姑娘虽不怕 我们是做什么的 把姑娘的东西丢了 她倒来说 姑娘使了他们的钱 这如今竟要准折起来 躺货太太问姑娘 为什么使了这些钱 敢是我们旧中取士 这还了得 一行说 一行就哭了 思琪听不过 只得勉强过来 帮着秀菊 问着那媳妇 迎春劝止不住 自拿了一本 太上感应篇 去看 三人正没开交 可巧宝钗 黛玉宝勤探春等 殷孔迎春 今日不自在 都约着来安慰 他们走至院中 听见几个人讲究 探春从纱窗内一看 只见迎春 已在床上看书 若有不闻之状 探春也笑了 小丫头们 忙打起帘子报道 姑娘们来了 迎春放下书起身 那媳妇见有人来 且又有探春在内 不劝自止了 所以趁便就走 探春坐下便问 刚才谁在这里说话 倒像半嘴似的 迎春笑道 没有什么 做不过 他们小题大作罢了 何必问他 探春笑道 我才听见什么金凤 又是什么 没有钱 只和我们奴才要 谁和奴才要钱了 难道 难道姐姐和奴才要钱不成 斯奇秀菊道 姑娘说得是了 姑娘何曾和他要什么了 探春笑道 哈哈哈哈 姐姐既然没有和他要 必定是我们和他们要了不成 你叫他进来 我倒要问问他 迎春笑道 这话又可笑 你们又无瞻碍 何必如此 探春道 这倒不然 我和姐姐一样 姐姐的事 和我一般 他说姐姐 即使说我 我那边有人怨我 姐姐听见 也是和怨姐姐一样 咱们是主子 自然不理论 那些钱财小事 只知想起什么要什么 也是有的事 但不知金磊丝缝 因何又夹在里头 那玉柱媳妇 声孔秀菊等 告出他来 遂忙进来 用话掩饰 探春 深知其意 殷笑道 哈哈哈哈 你们所以糊涂 如今你奶奶 已得了不是 趁此求二奶奶 把方才的钱 未曾散人的 拿出些来 数取就完了 笔不得 没闹出来 大家都藏着 留脸面 如今 既是没了脸 趁此时 总有十个罪 也只一人受罚 没有砍两颗头的理 你以我说 竟是和二奶奶 趁便说去 在这里大声小气 如何使得 这媳妇 被探春 说出真病 也无可赖了 只不敢 往凤解出自首 探春笑道 我不听见便罢 既听见 少不得 替你们分解分解 谁知探春 早使了眼色与世书 世书出去了 这里正说话 忽见平儿进来 宝琴拍手笑道 哈哈哈哈 三姐姐 敢是有 屈神赵将的服术 黛玉笑道 这倒不是道家悬术 倒是用兵最精的 所谓手如厨女 出如托兔 出其不备的妙策 二人取笑 宝钗便使眼色与二人 遂以别话岔开 探春见平儿来了 遂问 你奶奶可好些了 真是病糊涂了 事事都不在心上 叫我们受这样委屈 平儿忙道 谁敢给姑娘气瘦 姑娘吩咐我 那玉柱媳妇 方慌了手脚 碎上来 赶着平儿叫 姑娘坐下 让我说缘故 姑娘请听 平儿正色道 姑娘这里说话 也有你混插口的理 你但凡之理 只该在外头伺候 也有外头的媳妇们 无故到姑娘房里来的 秀菊道 你不知我们这屋里 是没理的 谁爱来就来 平儿道 都是你们不是 姑娘好性 你们就该打出去 然后再回太太 去才是 祝儿媳妇 见平儿出了言 红了脸 方退出去 探春接着道 我且告诉你 若是别人得罪了我 倒还罢了 如今这祝儿媳妇 和他婆婆 仗着是妈妈 又瞅着二姐姐好象 私自拿了首饰 去赌钱 而且还捏造假账 逼着去讨情 和这两个丫头 在卧房里大嚷大叫 二姐姐竟不能挟制 所以我看不过 才请你来问一声 还是她本是天外的人 不知道理 还是有谁 主使她如此 先把二姐姐制服了 然后 就要治我 和四姑娘了 平儿忙陪笑道 姑娘怎么今日 说出这话来 我们奶奶如何担得起 探春冷笑道 俗语说的 物伤其累 齿皆唇亡 我自然有些惊心 平儿问迎春道 若认我 若认此事 本好处的 但指她是姑娘的奶嫂 姑娘怎么样为事 当下迎春只和宝钗看感应篇故事 究竟连 究竟连探春之话 也不曾闻得 忽建平儿如此说 仍笑道 问我 问我 我也没什么法子 他们的不是 自作自受 我也不能讨情 我也不去加责就是了 至于私自拿去的东西 送来 我收下 不送来 我也不要了 太太们要来问我 可以隐瞒遮事的过去 是她的造化 若瞒不住 我也没法 没有个为他们 反期望太太们的理 少不得直说 你们若说我好性 没个决断 有好主意 可以八面周全 不叫太太们生气 任凭你们处置 我也不管 众人听了 都好笑起来 黛玉笑道 真是虎狼屯鱼皆碧 上谈因果 若是二姐姐是个男人 一家上下这些人 又如何才智他们 迎春笑道 正是 多少男人 尚且如此 何况我呢 一语未了 只听又有一人来了 不知是谁 下回分解 如果我会有什么事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这些人 我会想到你 至少 你 是一人 是一人 是一人